新聞一開始 我們來關心到這個交通安全的問題 農業跟中國結尼車搶合作的庫比車 最近有車主導說 這韓導入競爛開車開到一半 轉到一半 農業從不破斷 可能是有多少影響 根據宣布說 要掉飛已經買出的540台車 免費來修理 車載到一半 繁多路整個落下來 當中失控 才會發生意外 車主將外面普通網 引起到國際注意 庫比的車太趕緊 將這個問題車回收 全面檢查 從不判斷 沒有賣度 可能換力衝擊來作成的 我發現它底台上面有一些外力的一些 抹擦傷跟裝機 那所以現在其實沒有辦法做很困難缺的評估 這樣到底是什麼原因所發生的 是因為因素 下車子車本身的問題 夾車需要進一步檢查 但是以後萬億 竟然去選擇 調飛買出的540台車 進行大體檢查 只是這款參與中國自立合照的車款 因此台灣只能收到很多安全的事件 這次發生了很多路落後 也影響到夾車的影響 測試法規 測試上面來講的話 我們都是有通過國家安全法規的一些檢測 那也同時提供新車三年不限里程的保護 所以其實這個在使用上來講 所以消費者絕對可以放心 今年四月中旬 這台車不到四十萬塊 我們本來用這個計劃 設計劃進入市場 現在只好以主動檢查方式 挽回消費者信心 記者傳報道 Ivy警 登記者 Gol 谢谢大家